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繼續跟大家說一下Monster Hunter Now 在群組中看到一些新的圖片 但這些圖片應該未必是真的 可能有些兄弟看了 也覺得是挺真實的 去看看為何我會這樣說 雖然大家可以看到 平時我們都可以看到的緊急任務 以及一堆的應用 但圖片方面可以看到《挑戰泰坦》 這是二十周年的圖片 這些圖片全部都是真的 但這些圖片並不是官方特意畫出來的 我印象中雷浪龍那幅的圖片 緊急任務 絕對不是拿出任何以往的舊圖片 加上這張是動畫CAP的 為何我這麼肯定呢 很簡單 我們看看 現在這張圖片是MHW的恐怖龍出登場的動畫 對 當年玩遊戲的時候一定見過 所以我一看到這張圖片 咦 為何這麼熟悉的 是一模一樣的 沒可能就這樣CAP動畫的圖片就算了 因為以往所有緊急任務的 全部都是由MHN的官方畫出來的 應該是首創圖來的 理論上是第一次看到的 不過雖然這張圖片可疑 不過我覺得拿出來跟大家說吧 因為大家玩的活動都七七八八 升到都七七八八 如果玩了半年的話 有消息聽 大家應該都開心 無論是真還是假 緊急任務 說挑戰泰坦 這個挑戰泰坦真的不知為何 挑戰泰坦的意思是否一個非常厲害的時刻 一個巨大的貪得無厭的入侵 因為官方的MHN的翻譯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又覺得很厲害的 一個巨大的貪得無厭的入侵者 那真的是什麼 不者不可能 奔跑的獵人奔跑炮 面對入侵者 如此巨大 如果你實現他 那章士一項壯舉 德維爾喬 獨自作為入侵者 出現在求場上 我真的有些被他fake 因為MHN本身的翻譯也是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文章 魔物描寫文章也有點真 這不是開玩笑 這是恐怖龍的畫面 這是在Facebook群組看到的 另一個是降龍 降龍又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降龍的問題更簡單 它的圖片應該是魔物獵人Online的圖片 是比MHW更加差的圖片 低像素的圖片 可以看看 其實魔物獵人Online的降龍是這樣的 是真的分得出 嘩 好像不是 張圖蒙到 我也不太分得到 但應該不是MHW吧 我也不太記得了 但這張圖片一定不是MHN的原作圖 再看那些描述 自然力量的化身 他的實力 強悍得如同神一般 你應該先考慮一下 但你能行的全力出擊 不要猶疑 有他的名字 中文譯名叫 傅沙爾杜拉出沒在戰場上 我覺得不要緊 只是看看消息而已 有時候出了一些P圖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心一下 當然 出了一些龍的時候 我又說大神爆料 但當出了一些圖 我又故意弄破解 沒所謂的 純粹我看到情報站的影片而已 希望大家看完 還是開心一下吧 另外 之前有兄弟問我 恐怖龍如果真的出 降龍真的出 我們會用什麼打呢 其實恐怖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用雷屬性或龍屬性打也OK的 即是MHW 但不知道MHN究竟真正弱的屬性是雷還是龍 但理論上都是這兩個 隨便一個 如果有兩個黑屬 隨便會選擇一個 但我覺得雷屬性應該穩妥吧 現在也沒什麼龍屬武器了 是否這樣說呢 不是呀 過了一個新年活動也多了 只能說 沒錯 裝備方便呢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他的大劍很鈍 恐怖龍的大劍 不 所有武器都是鈍的 你看到大劍都沒有印 接著是騙手 騙手挺有型的 雙劍挺有型的 但看起來也是鈍鈍的 這樣刪滿了牙齒 其實泰刀就有型的 泰刀 對了 這個恐怖龍的泰刀是挺漂亮的 讓大家看看 不過還是有點鈍鈍的 看起來也有點鈍鈍的 接著就是... 長槍那些 之前跟大家說過 就是如果衝刺的話 前面的頭是會一邊轉一邊衝的 是挺有趣的 但當年MHW最強的就是恐怖龍重佬 玩這個擴散彈 可以射到魔物 不斷倒地 起床倒地 傷害非常高 接著看降龍 降龍方面 就是... 這個... 屬性... 是藥什麼屬性呢 先看看 為何好像過了 看到了 在降龍方面大家不用怕 跟所有的飛龍種一樣 就是電 如果本身有雷屬性 本身做了雷屬性的話 打降龍應該是一流的 降龍的裝備是怎樣養的呢 大劍 嘩... 非常巨大 雙劍長槍等等 嗯... 這個是不是... 充能符呢 充能符挺帥的 充能符挺帥的 讓大家看看 看看 這個應該是充能符 充能符就是這樣 它的大劍很誇張 可以讓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不是玩開Mon Hunt 應該就不知道了 嘩... 多厲害 但我覺得這把大劍不漂亮 老實說 套裝是這樣的 這次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吧 希望之後有什麼新消息 無論是真的還是假 我都會跟大家說 先說明 先說明 如果大家要官方訊息的話 看看官方網就能看到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 對這次的改圖滿不滿意呢 還是留個言 還是你會覺得這些圖是真的呢 也可以留個言討論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